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输出录怎么做 那这是一个 其实是 蛮有玄机的地方 那从系统程式的 迁入室那一张 其实我们主要让各位看的 就是输出录怎么做 但是各位看到的是组合原篇 CPU篇 各位看到的是组合原篇的那个指令 我用到底该用记忆体映射还是用那个中段 然后呢 该用 记忆体映射还是专用输出录指令 然后要用中段还是用轮循 那是组合原的看法 现在我们从CPU这边来看 那就把两个接起来 把系统程式跟计算机结构的两部分都接起来 那所以到底输出录该怎么做 那我们实做一个东西就好 就是键盘打字进来 然后呢 我就把那个字输出在荧幕上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动作 键盘打字我就把它输出到荧幕上 那我要怎么做这样的一个 层次包含CPU的架构 怎么做呢 那我们这一个部分我们先采用的是记忆体映射输出录 因为MCU0我们只接受记忆体映射输出录 所以我们采用记忆体映射输出录 然后呢我们采用轮循的方式去做 我一定要选择一种方式 那我们先采用轮循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没做中断 中断留给各位自己做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期末CPU里面 采用中断的方式的话 就代表你完全理解 那轮循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程式基本上跟之前的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所以程式也就是这样子中断就是在这里而已 但是呢我们加了几个元件 第一个元件叫keyboard 键盘 那第二个元件呢叫screen 荧幕 那keyboard做什么事呢 keyboard呢 他只去取用07F0 这个记忆体位置 这个记忆体位置是在MCU0里面 他去取用这一个位置 还有呢 如果这个位置是0 代表说键盘呢 现在是可以存取的 比如说现在里面的资料还没有 资料已经被取完了 所以我可以放一个新的资料上去 OK 所以如果他是0的话 资料已经被取完 我放一个新的资料上去 我就把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CHI呢放进去 那因为他是16位元 所以我前面再加8个0 一个ASCII嘛 是8个bit 再加8个bit 那就16个bit 变成符合我们的记忆体模式 你说这里是不是 这里 来 这个H是16进位的意思 OK 那这个16代表16个bit 所以4个16进位是不是4416 所以刚好是16个位元的位置 OK 但是在MCU0里面呢 跟CPU0有点不一样 CPU0我们是用每个byte当记忆体单元 MCU0我们是用16个bit 也就是两个byte当记忆体单元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宣告 看这里就知道 看这里 REG Sine 15-0 有没有 所以我们的记忆体是以16位元为单位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前面再塞8个bit 因为一个ASCII code只有8个bit 这里是16个bit 这样有解答到你的问题吗 OK 所以我们这边塞的时候 这里是8个bit 这里是8个bit 因为我这里选拷CH是7到0 7到0 总共有21个字母 对 21个字母 那其实我只用到了14个字母 那这个字母就是helloVlog 这样一个字串 所以我一开始初始值就筛好 所以这个CH就初始化好了 初始化好之后 每次我键盘就送一个字元上去 只要它可以送的话 就送一个字元上去 那所以送一个字元上去 然后就把那个对应的位置设成 对应的这一个显示 到底现在是不是可以读取的 那个位置设成1 就代表可以读取了 可以读取了 谁可以读取 CPU可以来读取 这一个键盘的字母了 所以CPU可以来读取 这设成1 然后就显示说 现在有一个键进来 现在有一个键进来 然后把它加1 这样子下次才会变成下一个字母 就第一次会H 第二次是E 第三次L 第四次L 第五次O 第六次空白 这样子一路上去 同样的萤幕的部分是输出 其实输出相对的比较简单一点 输出的话一样 就是如果今天它处于那种有资源的状态 已经有输出资源了 那我就把它抓下来 然后显示Screen这个资源 那当然这只是一种模拟 它不是真正在电路板上 所以只能这样模拟 OK 那它就显示这个 萤幕显示这个资源的意思 Screen 什么就代表 萤幕显示正在显示哪一个资源 OK 那真实的设计其实也是非常类似 就是只是萤幕显示资源的时候 它就直接显示在萤幕上 那接下来就把它设成0的意思是说 这个资源已经输出了 已经输出了 那所以接下来你可以再放另外一个资源进来 CPU可以再放另外一个资源进来 所以我们的组程式里面就有 除了MCU0以外 我们还宣告了一个Keyboard 叫KB0 还宣告一个Screen 叫SC0 然后我们一开始做 苏石化把Clock设成0 中段设成0 IRQ设成2 然后每10内秒 就Clock就反向 4000的时候我就停 那基本上这一个程式没有用到中段 所以中段永远都是0 因为我们是采用轮循的方式 不需要中段 轮循的方式 那轮循的方式 重点是你要看懂这个组合员在干嘛 这个组合员一开始 因为是用轮循的 所以我这边没有设中段向量表 所以它还是会从00开始执行 但是没有中段向量表 它就这边一路执行下来 OK 那于是呢 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一开始载入0s7f0 就是它把键盘的那个记忆体位置载进来 那这样子到时候它要就是把键盘的内容载进来 不是记忆体位置 根据7f0这个位置来存取键盘的内容 这个键盘的内容 这个7f0指的是说那个它键盘现在是不是有资源 如果有资源的话 那我就可以读 就是键盘现在有没有资源 如果有资源我就可以读 那没资源呢 没资源我就一直在这边等 有资源就开始进来读了 那有资源就读0s7f1 那就读到一个Key 读到一个Key之后呢 就把这个Key存在记忆体里面 存在Key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 我再载入K0 就把0载进来 再把它存到0s7f0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轻掉了 轻掉这个指示键盘的可以读的位缘 就轻掉 轻掉之后呢 它就可以再塞下一个资源进来 OK 所以这一段呢 都是在做键盘的读取 那另外后面这一段呢 就是在做荧幕的显示 所以呢 我载0s7f2 7f2就代表说 荧幕可不可以使用 那荧幕如果不能使用呢 就一直等着 在这个回圈 无穷回圈一直等着 等到荧幕可以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把那个Key载进来 刚刚键盘读到的那个键载进来 载进来不是到暂存器A吗 到暂存器A的时候呢 我再把它输出到0s7f3 那7f3就是指那个荧幕的输出 输出资源的那个地方 我写进去之后呢 荧幕上面就会显示一个 这个Key的那个符号 所以到我输出这里之后 其实就已经显示 那接下来呢 我载入1 然后呢 让它的荧幕呢 就是回到可以再被使用的状态 可以再被使用的状态 因为荧幕是这样 本来是1嘛 然后后来呢 如果资料进来 就是有资料 有资料输出的时候 它是1 然后呢 它把它输出完之后 就设成0 这样子的话 设成0之后 下一次我们就可以 再有资料的话 就会再变成1 我再把它取出 然后再设成0 就是这样 那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 读取 读取键盘 然后输出到荧幕 然后最后呢 它是跳回wait wait k 应该是跳回wait k 我这边写wait 没有写k 应该最后是跳到wait k 也就是这个00的地方 所以这里是A000 所以是跳回这里 不是跳回这里 是跳回这里 然后继续执行 所以就有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做什么事 一直读键盘 一直显示 一直读键盘 一直显示 就做这件事而已 那于是呢 我们的程式 就用编译 然后执行 执行的时候 当然一开始一样 是载入整个记忆体进来 载入记忆体进来的那些 机器码进来 载入机器码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开始执行程式了 那执行的程式 一开始是执行哪里 一开始执行这个 LD0S7F0 这个 然后这样一路执行下来 那当它执行到 执行完第一个指令0000的时候呢 它这里 就 就 就刚好那个 Screen也是同时动作的 Keyboard也是同时动作的 CPU也是同时动作 这三个东西都同时在动作 所以它 它会交错的 那现在 你看到的这个是CPU做的事 这个是谁做的事 它输出Key等于H 这个是谁做的事 这个是键盘做的事 为什么它会输出Key等于H 稍微看一下键盘的这一块程式 键盘的这一块程式 你们看到 一开始初始化嘛 这在0的时候就初始化了 但是呢 在20的时候 它不是做了这件事吗 它刚刚不是20吗 20的时候它做了什么事 它检查这个记忆体是不是0 当然它现在是0 那 那它既然是0的话呢 我不就去取这个CHI I现在是0 所以CH0 取得CH0 就把它塞到 处理器的记忆体里面 然后再把那个标示 说有没有资料的那个射程1 OK 所以这时候记忆体里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那个字 那个字现在是H Hello Vlog的H 所以它才会输出Key等于H Key等于H 好 所以当它输出Key等于H 就是这样 接下来呢 因为这是键盘的动作 跟CPU没有影响 所以CPU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一路执行下来呢 到这边呢 190的地方 刚刚那个又动作了 它要输出Key等于1 为什么它会等到190才动作呢 为什么它不是Key等于H 不许接下来马上Key等于1呢 这个问题不困难 因为它在等嘛 它在等什么 仔细看一下这一个程式 它非得等到 等到这一个 要变成0的时候 我才可以再输出一个字给它 什么时候这个会变成0 等到CPU把这个写成0的时候 才会再输出给它 那CPU什么时候 会把它写成0 CPU在哪里会把它写成0 我们稍微看一下它执行到哪 它执行到CPU是0 程式技术器是06 然后IR是E7F0的时候 之后它才做这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06和E7F0在做什么 06和E7F0 06和E7F0 不就这个吗 Release Keyboard 把Keyboard再度 它的那个状态再度射成0了吗 再度射成0 那当然那个 后面的那个键盘就 就发现是0 所以它就又送了一个字进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之后送 是有原因的 好 所以就这样子 一路这样子做做做做做 然后中间呢 其实它都在 CPU都还在做它自己的轮循的动作 那键盘呢 也其实也是在类似轮循 它只是 只是硬体的轮循 CPU是软体的轮循 OK 那硬体的轮循呢 就很简单 它一直看那个byte 如果那个word 如果它是0的话呢 就做什么事 是1的话就做什么事 那所以到这里你会看到 OK 它一直在做 但是这时候你看到 CPU在做 键盘在做 那螢幕呢 螢幕呢 螢幕都还动不了 因为 因为暂时 暂时那个 还没有资料可以输出嘛 所以CPU都卡在那里 CPU卡在那里的话呢 当然就不会跑到输出 输出资料给螢幕的那一段 但到什么时候 它输出资料给螢幕 你可以看到 它执行到000D IR是E7F2的时候 它输出资料给螢幕 又执行Screen Edge 000D E7F2 这是什么 000D 0D是在这里 E7F2 它做什么事 它enabledScreen enabledScreen 有时候它把 把 A暂存器的纸呢 送到07F2 A暂存器是什么纸呢 就是刚刚读进来的这个Key OK 读进来的这个Key 然后呢 它送到 哦不对 它先送到07F3 送到07F3 然后呢 把07F2设成1 设成1的时候 就告诉它说 萤幕你可以输出了 萤幕你可以输出 因为我已经送好 我送好了萤幕输出 所以萤幕呢 就在0D 17F2的后面 就马上跟着输出了 OK 那输出完之后 那输出完之后 当然就是 那个CPU继续跑 CPU继续跑 然后呢 CPU跑到这里的时候呢 键盘又动作了 那动作的原因当然就是 CPU 已经 已经允许键盘可以再进来 OK 那就这样子一路 你会看到键盘跟萤幕 其实不是同步的 但他们 各能恰如其分的 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OK OK 所以你会看到最后呢 键盘的键都会读完 然后萤幕的输出也都会输出完 那当然到最后 我是强制把它中断掉了 在4000的时候我就强制中断掉 但这时候它已经输出到Vlog的G了 最后一个侵探号还没输出 但是最后一个侵探号已经读进了 OK 但是如果你继续让它下去呢 就可能会看到一堆乱码 对不对 为什么会看到乱码 因为 因为 因为我只有这么长 因为我们的程式只有到HallowVlog 而且 但是它还是会持续一直在加1 持续在加1 到了这一个HallowVlog的惊探号之后 它还是会继续做 可是这后面我们没有射出纸 所以它可能就会变乱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太好 你可能就要在这个I的地方 就让它比如说碰到Enter 它就停了 那就OK 那照理讲应该是碰到Enter CPU要做其他事情 可是这样写下去程式就太长了 你要用这种方式写到 变成有一个命令提示资源出来 那就累了一点 不过那是个很好的练习 因为一旦你要用这种方式 接到命令提示资源 那就代表你要用组合语言机器码写一个作业系统 还不算多工作业系统 是单工作业系统 让它至少可以做人机交互的动作 OK 那那个后面又是程式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先看到这里 那怎么执行呢 那怎么执行呢 一样不困难 把这个程式减下来 这个程式当然又会变长 变多长我也不知道看一下 136行也不算太长 这个叫MCU0IO 好MCU0IO 那我们的这个程式也要扣进来 也叫MCU0IO.hex iO是指输出录的意思 OK 那这个两个都扣进来了 我们就可以编译 改成IO MCU0IO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中间都有做对应的事情 然后这个key和那个screen 都一直在做 那key永远领先screen 因为你一定要打了字 它才会输出 打了字它才会输出 我们程式是这样写的 CPU的程式是这样写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打了字 它才会输出 所以这里输进O的时候 它已经 它才在输出L 就是H1LL O 所以这个O已经到O了 它才在输出L H1LL 所以它落后了 萤幕落后键盘一点点 那这是对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词形结果 那这边都是XX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处理堆叠和那个连接战转器 也没有跳要 也没有副程式的跳要 所以这些都通通都XX 都没有出纸化 也没有射出纸 所以才会是XX OK 那这个不管 因为我们没有用到它 那各位去试试看 然后仔细看懂一下 输出录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种东西只要你接上了FBGS后 就可以直接接上 比如说七段显示器或者是萤幕 就可以做 好 好